这两年受到疫情的影响 许多家庭都发生了不小的变故 不少人都开发起了自己的副业 有为了维持家庭开销夫妻下海的 有为了挣些零花钱在家里开网店的 还有一些在职白领也加入了兼职挣钱的行业 甚至有些模范教师 白天教书育人 到了夜晚也会化身人气主播 但是怎么也没想到的是 竟然有人依靠出售自己的母乳赚钱 屏幕上这位气质十足的女子 就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角 她叫朱莉丹尼斯 来自美国的佛罗里达州 在外面她是一所小学的人气教师 而在家中她还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朱莉平日里特别热心 尤其是在面对小孩子时 作为一名教师 她似乎总是以母亲的形象在教育学生 而她本人也认为自己的母性 似乎有些过于泛滥了 由于家里有两个孩子需要抚养 朱莉需要承担很大一部分的家庭支出 这使得朱莉的家庭陷入贫穷的窘境 正巧这时 朱莉在无意间看到街上的一则广告 寻找代孕 酬劳丰厚 纠结了几天后 她联系到了需要代孕的家庭 并成功诞下了一个宝宝 在代孕的宝宝出生后 朱莉又给她喂了六个月的奶才离开 很快 疫情来袭 学校停课 朱莉只好在家停工休息 然而她不得不用微薄的存款来支撑一家的开销 大量的生活支出让朱莉喘不过气来 随着疫情的进一步扩大 重新上班逐渐变得遥遥无期 本就贫穷的家庭变得更加不堪 此时朱莉的钱包也已经近乎干扁 朱莉看在眼里及在心里 为了生存 她不得不做点副业来弄些钱补贴家用 而与此同时 朱莉的胸肌并未因度过了哺乳期而停止膨胀 自己的奶水越来越充足 由于胀奶 朱莉每天都要承受巨大的痛苦 为了缓解痛苦 朱莉只好将母乳挤出来 放在冰箱里保存 一边是家里入不敷出的状态 一边是用不完的奶水 看着这么多的母乳没有用武之地 朱莉觉得这简直太浪费了 于是她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出售自己的母乳 很快 朱莉接到了她的第一个顾客 另一对从事代孕工作的夫妻 由于妻子产不出母乳 所以丈夫无奈之下 只好找到朱莉 购买她的母乳 而这对夫妇也成为了朱莉的常客 直到他们的孩子度过一年大观时 所有的母乳都是由朱莉所提供的 并且这对夫妻在自己购买朱莉母乳时 还把朱莉的母乳推荐给了许多宝妈 得到了一致的好评 对于这些需要帮助的家庭 朱莉为自己的母乳 开出了一个相对合理的价格 据科学统计 一个新生儿每天兑奶水的需求 是600毫升左右 而朱莉母乳的价格是90每分30毫升 通过摄入朱莉的母乳来成长的话 一个婴儿每天的开销只要18美元 而购买奶粉的开销 也在每日18美元左右 许多宝妈认为 母乳比奶粉更有营养 在价格相近的情况下 朱莉显然占尽了优势 随着朱莉的名气越来越大 她买来了更多的包装和工具 一边抽取一边销售 起初只有少量的顾客 购买朱莉的母乳 如今朱莉的客户 已经遍布全国各地 她也因此月收入超过2万美元 而这个月收入 已经相当于 她作为老师时的几倍了 然而在减去包装和工具的成本后 对于朱莉的家庭来说 这些钱也只不过刚刚好 够她缴纳账单 及应付家庭所需 有趣的是 在朱莉的母乳销售越干越火的同时 她的客户也开始提出了 越来越多奇怪的要求 有的客户明明没有孩子 却也求购母乳 他们表示 自己购买母乳是为了补身体 虽然网上确实有不少母乳大补的说法 于是又有客户提出 求购母乳用来驱斗的说法 甚至还有客户表示 求购母乳是为了怀念在母亲怀里喝奶的时光 直到朱莉的母乳销售的第6个月 突然有网友开始质疑 这些真的是母乳吗? 还是打着母乳的噱头的普通奶粉? 面对质疑 朱莉坚称这些母乳都是自己亲自产出 然而这些客户认为 耳听为虚 眼见为实 于是开始要求朱莉拍摄自己亲自挤奶的视频 面对这些无理的要求 朱莉并没有理会 然而没过多久 又开始有人花重金 想要亲身体验新鲜母乳 与此同时 还有不少网友对她发起了人身攻击 说朱莉表面上是在出售母乳 实际上是在拓展色情业务 更有胜者辱骂朱莉 表示售卖母乳是无本生意 它应该免费提供给人们 不仅要为购买过自己母乳的人道歉 还要做出赔款补偿 随着要求越来越过火 忍无可忍的朱莉发声表示 生产母乳不仅不是无本生意 还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因为要不断地提供母乳 朱莉每天要花费几个小时的时间 在抽取母乳上 这使得家庭的关系变得疏远 而且他们不得不支付一笔开销 用于购买包装袋 泵的部件以及消毒装置 这些装置几乎每三到六个星期 就要更换一次 开销十分巨大 而且朱莉的母乳价格 相较于当时美国母乳市场的均价 已经算是十分优惠了 为了保证可以有足够健康的母乳产出 朱莉还为此改变了自己的饮食结构 她不得不放弃那些含有添加剂的食物 多吃一些促进乳汁分泌的食物 而且在此期间 朱莉还要保证自己的身体健康 保持均衡的运动作息平衡 一旦生病 服用了含有抗生素的药物 后果将不堪设想 或许这么看来 售卖母乳确实也挺辛苦的 她还表示 自己一开始出售母乳 是为了帮助有困难的家庭 虽然在其中获得的收益 可以补贴家用 但绝对不会为了金钱 出卖自己的肉体 现在不会 未来也不会 她认为这是爱的劳动 一旦沾染过多的金钱 只会让自己的行为掉价 可有一些深度恋物屁客户 仍然在找朱莉的麻烦 她们不仅要购买朱莉的母乳 还要购买朱莉用过的设备 其实除了热心的朱莉外 靠出售母乳致富的人 其实大有人在 另外一名女子 艾鲁法拉和朱莉 一样也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平日里 她在酒店工作 三年前 她生下了小儿子安杰洛 通过母乳喂养 自己的小儿子成长得很健康 但随着小儿子年龄的增长 她对母乳的需求越来越少 可她的母乳却越来越多 起初为了缓解身体负担 她和朱莉一样 将多余的奶水 放在冰箱里存放 但很快 冰箱就被她的母乳所占领 于是她也开始和朱莉一样 免费送奶给有需要的妈妈们 后来也走上了 以奶换钱的道路 也有许多奇怪的顾客找上门 艾鲁法拉在保持原则的情况下 可谓是来者不拒 而且她的丈夫也十分支持她 凭借这项副业 她和丈夫拿到了一大笔 补贴家用的零花钱 对此 她表示 能帮助别人也能挣钱 真的是太棒了 如果条件允许的话 我真想干这行一辈子 如今美国的母乳交易 已经十分普遍 价格也如火箭一般上涨 在美国的母乳基金会所销售的 母乳价格 甚至比原油价格高出了许多 但目前 母乳交易仍然存在着很大的争议 有网友觉得 母乳售卖虽然合法 但实在有为基础的道德伦理 而且谁也不知道 包装之下究竟是母乳 还是廉价奶粉 又或者是别的什么呢 不知道大家觉得是怎么样呢 好了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请订阅一下